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RTI黄金剧场 RTI广播剧场 为时光的滴漏 却记录着我们行走的声音 岁月有声 民国27年3月 中央电台在重庆恢复播音 同时在昆明 贵阳等地筹建分台 战事越来越紧张 电台充分发挥广播的功能 播报战场上的最新消息 本台最新消息 国军在灵异战场取得胜利 日军由板元征次郎率领的第五师团无奈撤退 3月3号 日军第五师团在山东灵异发动战争 十天之内和国军第三军团发生多次激战 国军第三军团在司令庞炳勋指挥下 将士用命 和日军形成相制局面 3月12号 张子忠将军率领的国军第五师九军 抵达临沥西郊之后 在13号到17号 以及24号到30号 会同第三军团 庞炳勋将军的部队 两度与日军第五师团展开战斗 日军第五师团损失惨重 被迫往东北方向撤退单元 武汉战事越来越紧张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 中央电台租用保冷轮 在船上安置自行装配的三百瓦中波机 成为流动电台 安静陷落了 鬼子的下一个大目标是武汉了 是啊 汉口的电台同仁 目前情势一定很紧张 那当然 汉口的留守同仁不多 我昨天听到的消息 目前他们正在市面上搜够器材 准备装配一座三百瓦的中波机 给流动电台用呢 啊 就是建青要去的那个流动电台 目前建青已经到了汉口 正在帮忙装机器 文姨 今天是星期天 昌平值班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你来串门子正好 我们两个女人啊 可以讲点悄悄话 大家相处这么久了 什么话都说了 哪里还有什么悄悄话 这可不一定哦 哪个人心里没有藏着一个 自己才能打开的宝贝盒子啊 尤其是还没出嫁的女孩子 心里啊 总是有个地方 藏着心上人吧 就像你一样是不是 明秀 我可真是佩服你 为了昌平不跟父母去美国 宁愿过这样辛苦的日子 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昌平 我总觉得不能在这个时候 离开我的国家 我心里过不去 你不也一样吗 你家在西安 你好好的一个大小姐不做 一个人先到南京 又到重庆 离开家跑这么远来工作 嗯 也就是想为国家 尽一份力量吧 昌平跟建青他们 不也都一样 说起来 建青还真是挺勇敢的 流动电台危险性大 跟上战场也差不了多少 你很关心建青啊 老同事了吗 嗯 不止这样吧 国军退出武汉前夕 中央电台汉口电台同仁 携带机器随军方撤退 流动电台继续播音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做好准备 上集已经决定了 等国军撤退的时候 我们就拆掉短波电台的机器 一起撤 啊 那流动电台呢 流动电台会逗留在江面上继续播音 等情况最不利的时候再撤 哦 汉口电台 恩米娜 我是建青 你们还没走啊 机器都拆下来装箱了 正等候通知 随时可能离开 那我这通电话打得还正是时候呢 你们去哪里啊 还不知道 确定了以后 如果有可能就跟你联络 流动电台打算播音到什么时候 能播到什么时候 就播到什么时候 好样的 自己注意安全哦 你也一样 各自保重咯 武汉地区经过四个多月的战斗 在顺利完成阻止日军西进 消耗于军实力 准备后方交通 运输必要武器 以及迁移我国东南 与中部工业的任务之后 我军部队在10月25号 从武汉全部撤退 武汉会战结束 随军撤退的电台同仁 在宜昌登上保论轮 准备前往重庆 却在江上遇上了暴风雨 黄船长 谢谢你啊 我们在宜昌停留了两个星期了 一直找不到船 谢谢你让我们上船 别客气别客气 不管你们上不上船 我都得把船开到重庆去 只是这几天天气不好 江上的波浪很大 船会有些颠簸 可能不是那么舒服 黄船长 你才客气呢 能有船坐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这几天我们都为交通工具 烦恼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还有人说啊 可能到十二月都没有船呢 你看又下雨了 就是这天气凡人 你们快到船舱里头休息啊 躲躲雨 好 这雨下了好几天了 怎么一点都没有 你们的迹象 是啊 十一月下这么大的雨 真不寻常 起风了 又是风又是雨呢 黄船长驾船一定很辛苦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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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明 快 我们三个人一起跳 不 不要拿机器 来不及了 下头 抓住它 走 走 保冷轮沉默了 从汉口运出来的波音器材也沉入江中 三位电台同仁心中十分沉痛 他们先徒步抵达巴东 再辗转抵达重庆 长平 渐进他们 还没消息啊 嗯 他们到巴东的时候联络过一次 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了 那都是一个多礼拜之前的事了 这三个人也是的 总要跟电台保持联系嘛 他们从巴东找不到直接到重庆的车 应该是得一站一站的换车 路上可能不太好联系 文姨 你别急 他们现在是在后方 和在武汉那个时候比起来安全多了 嗯 天哪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嗨 昌平 文姨 你们好啊 建青 陈大小姐 你为什么把眼睛睁得那么大 今天又不是七月初一 我有那么恐怖吗 范建青 你 我不在重庆 你一定很寂寞吧 都没有人跟你斗嘴了 你 你这个人 我不跟你说了 昌平 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李正纯 李正纯 担任 叶明秀 陈真鱼 担任 陈文姨 陈文姨 郑仁力 担任 范建青 陈又文 担任 陈家豪 马伯强 担任 侯恩明 胡振喜 担任 夏展明 关智洪 关智洪 黄杰生 陈宗月 担任 昌平 说真的 我今天心情特别紧张啊 比三个多月前 从南京做那两条双围帆船运送机器还紧张啊 开玩笑 那时候我可一点都不紧张啊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是怕机器没装好 波音会出问题 越在乎的事情就越紧张 放心吧 我们这五十多天以来 日夜赶工装这十千瓦的中波机 各个环节都考虑得很周密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我也知道 可是 就是不放心啊 别想太多 马上就开始波音了 放轻松 好好做我们自己的工作 好 中原标准时间八点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呼号XGOA 频率1450千赫 在重庆发音 今天是中华民国27年3月10号 首先播报华北战场的消息 目前 国军在山东西部 湘里级 阳山级 巨野一线 阻挡了日军金浦县主地 向南进军的攻势 日军东路第五师团 从山东围县南下 连线移水 举线御兆 沿交际铁路西径 目前在灵异 与我军对峙当中 声音很清楚 这样我总算放心了 我不是跟你打过包票吗 放心了 就继续好好工作 那当然 武汉消息 从今年2月18号 日军轰炸武汉 被我国空军 击落十架 击伤两架之后 日本军方 对我国空军的战力 重新评估 但同时 也会针对武汉 部署更大军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表示 日军很可能 对武汉实施更大规模的轰炸 呼吁当地民众要提高警觉 顺利恢复波音感觉真好啊 这几个月感觉装机器的辛苦啊 值得 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地址念起来挺拗口的 重庆牛角驼陶瓷职业学校原址 我每次写这个地址都觉得怪怪的 你真是想太多 这地址有什么不好啊 这里本来就是原来的陶瓷职业学校嘛 再说等电台在这里慢慢发展壮大 地址也会变动的 你有心上人陪着 当然到哪都能随遇而安咯 对了前两个月大伙要你办喜事 你说等恢复波音再说 现在电台恢复波音了 你也该请喝喜酒了吧 再等一阵子吧 我们的三十五千瓦的短波机还没装好呢 天哪 还要等三十五千瓦的短波机装好开波 你才结婚呢 这也太扯了吧 我没说要等三十五千瓦的短波机开波啊 我是说 现在我们正忙着架设短波机的那十二组天线 接着就要进行蒸汽发电机和波音机的装置工程 工作时间很紧 我总不能中午结婚 晚上还去驾天线吧 话是没错了 不过 他说 人家明秀为了你 没有跟父母去美国 一个千金大小姐 跑到重庆来过苦日子 你要是老是拖着不结婚 对不起人哦 放心 我不会当陈世美 你也当不成陈世美 你要是复兴 也不用包工来砸你 我们这些哥们就把你给剁了 对了 这明秀的工作找到了没有啊 还在找 怎么不跟长官提一提 说不定电台会有空缺啊 别说电台没有空缺 就算电台有空缺 我也不会向长官开口 为什么 你不喜欢明秀跟你同一个单位 我巴不得两个人一起工作呢 可是不行 你想 要是人人都去找长官 长官碍于情面 不管专业对不对口 学历能力够不够 今天用一个亲戚 明天用一个朋友 那电台还有没有制度了 工作又怎么推行 嗯 这话也是啊 所以啦 别替我们担心 我想明秀总会找到工作的 就算一直找不到 我们节省一些就是了 哎 有时候想到 前线的战士和沦陷区的民众 真是觉得我们在后方好幸运 是啊 鬼子现在正从南北两路进攻徐州 南路的鬼子 虽然在淮河一线被国军挡住了 北路的鬼子 却野心勃勃的缤纷两路 一路攻藤县 一路攻林椅 准备在台人装会师 这鬼子来势汹汹 希望国军能顶不住 是啊 电影 奇梦 今éri尽 灵炭 正在时刻 中华民国27年3月18号上午8点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在重庆发音 首先为您播报来自华北战场的消息 3月14号 日军由击鼓连届率领的第十师团 在飞机和战车的掩护下 开始对山东南部的腾县发起进攻 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 国军41军122师虽然伤亡众多 仍然坚守阵地 激战到15号 腾县外围阵地完全被日军攻占 日军开始以主力进攻腾县成关 16号上午8点到下午5点 日军前后发起六次进攻 均被我军击退 但国军也死伤惨重 3月17号清晨6点 日军用重炮轰击腾县南城城墙 城上守军遇邪抵抗 大半阵亡 仍坚守不退 当日下午3点30分左右 日军由南城成功突入城内 并向东西纵深发展 国军在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 122师师长王明璋将军 参谋长赵卫兵将军 邹少孟将军训国 本台最新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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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在临翼战场取得胜利 日军由板元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 无奈撤退 3月3号 日军第五师团 在山东临翼发动战争 十天之内 和国军第三军团 发生多次激战 国军第三军团 在司令唐秉勋指挥下 将士用命 和日军形成相制局面 3月12号 张子忠将军率领的国军第五十九军 一达临翼西郊之后 在13号到17号 以及24号到30号 会同第三军团 杭炳将军的部队 两度与日军第五师团展开战斗 日军第五师团损失惨重 被迫往东北方向撤退带远 本台最新插播 国军在台尔庄传出其冒 3月24号 日军在飞机 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 开始向山东南部军事要力 台尔庄大局进攻 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孙连仲率部队坚守 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国军武器装备 固然和日军相去而远 但是人人报令 为保卫国土不惜牺牲的精神 奋战不退 从3月27号到4月2号 日军数次攻入城内 与国军向战都受到重创 4月7号凌晨一点 国军吹响了反攻号角 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为主 组成的左翼兵团 和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为主 组成的右翼兵团 在台尔庄和台尔庄附近地区 大举反攻 日军几股师团 见国军声势浩大 军心立刻动摇 很快就溃不成军 向一线草庄方向撤退 国防获得光荣胜利 台尔庄战役 以及台尔庄决战之前的 腾县战役和定义战役 历时一个多月 国军总共歼灭敌军一万多人 俘虏七百多人 击毁日军坦克车三十多辆 缴户大炮七十多门 装甲车七十多辆 汽车一百多辆 轻重机枪一千多艇 步枪一万多只 根据战略学者分析 国军在腾县死守三天 是台尔庄胜利的关键 腾县守军成功地延迟了日军行动 为第五战区在台尔庄地区的布防 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台尔庄战役的胜利 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的看法 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更证明了 日本想要消灭中国是不可能的神话 只要我全国军民团结一致 对日本的抗战就必定胜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故号XGOA在重庆发音 打败鬼子的感觉真好啊 只是想到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 心里真难过 是啊 所以我们要更努力 早点把三十五千瓦的短波机装好 把鬼子在我们国家的暴行 传到更多地方 没错 还有我们昆明台跟贵州台的设备 也要加紧完成 到时候全方位发音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 在中国做了些什么坏事 不过昌平 工作上我们当然全力以赴 生活上 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过几天三十五千瓦短波机的12组天线就架设完成了 可以稍稍喘一口气 我保证五月底请你喝喜酒 有喜酒喝咯 明确的工作找到了 算是找到了吧 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秘书 太好了 双喜临门 这可要大吃你一顿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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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才子佳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 真是大喜事 就是啊 等吃这顿洗酒啊 我头发都快等白了 你啊 半渐轻 你这个人说话 怎么老是这么夸张啊 在修辞学上 这叫夸试法 听过没有 就你学问最好 现在才知道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 从南京一路斗嘴到重庆 还没说够啊 今天是昌平和明秀的好日子 两位就暂且休兵吧 看在新郎跟新娘的面子上 今天就放你一马 一言为定 喝酒去喽 文姨啊 建青个性天真 有点孩子气 其实不是坏人 你别跟他计较 我知道 谢谢各位好朋友来参加婚礼 谢谢 长平 明秀 再说一声恭喜 我很幸运呢 能来喝喜酒 这顿喜酒 你已经跟我催讨半年了 来喝是天经地义 哪里谈得上什么幸运呢 我是说真的哦 再过些日子 我就要离开重庆了 如果你这顿喜酒晚请一个月 那我岂不是就没办法来了吗 你要离开重庆 我没有听你说过这个消息啊 现在第一次跟大家报告 我申请去我们电台的流动电台工作 今天早上接到消息 通过了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保密到这种程度 我们两个常常一起当班 都没告诉我 告诉了你 如果去不成 那多没面子啊 这个流动电台在哪里啊 流动就是没有一定的地方嘛 应该是在船上沿着长江流动 等确定了再向你们报告 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发音 插播来自安徽的消息 今天中华民国27年6月13号 安徽西南部的安庆被日军占领 三天以前 也就是6月10号晚上 日军波挺支队 从五湖附近出发 沿长江西境 向安庆进攻 我国守军第26和第27集团军 与日军激战 27集团军 第21军146时 在11号半夜 急退登陆的日本军队 但是日军主力在海军支援下 12号凌晨3点 在安庆下游 大约20公里的左岸登陆 同一天下午6点 安庆飞机场陷落 6月13号上午7点 安庆城完全被占领 日军继续沿江西境 安庆陷落了 鬼子的下一个大目标 是武汉了 是啊 汉口的电台同仁 目前情势一定很紧张 那当然 汉口的留守同仁不多 我昨天听到的消息 目前 他们正在市面上 搜够器材 准备装配一座 300瓦的中波机 给流动电台用了 就是 建青要去的那个流动电台 嗯 目前建青 已经到了汉口 正在帮忙装机器 文姨 今天是星期天 昌平值班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你来串门子正好 我们两个女人啊 可以讲点悄悄话 大家相处这么久了 什么话都说了 哪里还有什么悄悄话 这可不一定哦 哪个人心里没有藏着一个 自己才能打开的宝贝盒子 尤其是还没出嫁的女孩子 心里啊 总是有个地方 藏着心上人吧 就像你一样是不是 明秀 我可真是佩服你 为了昌平 不跟父母去美国 宁愿过这样 辛苦的日子 其实 也不仅仅是为了昌平 我总觉得 不能在这个时候 离开我的国家 我心里过不去 你不也一样吗 你家在西安 你好好的一个大小姐不做 一个人先到南京 又到重庆 离开家 跑这么远来工作 嗯 也就是想为国家 尽一份力量吧 昌平跟建青他们 不也都一样 说起来 建青还真是挺勇敢的 流动电台危险性大 跟上战场 也差不了多少 你很关心建青啊 老同事了嘛 不止这样吧 哎 你也不用瞒我 我也是过来人啊 你们两个啊 男未婚 女未嫁 人生在世 在茫茫人海中 能找到喜欢的人 那是最让人高兴的事了 嗯 可是 也不知道 人家 是不是也这样想的 我相信人家也想 只是不敢 别看建青 每天嘻嘻哈哈的 其实他脸皮很薄的 啊 县面谈这个还太早 还不知道武汉的情况 会怎么发展呢 好 啊 啊 诶 总算把这300瓦的中波机装好了 真不容易啊 哎呀 最难的是找器材 兵荒马乱的 在汉口市面上能找到这些装机器的器材 还真是挺幸运 建青 这部机器是给你那个流动电台用的 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哦 那还用说 只要看到机器 我就会想到侯恩明成交好你们两位老兄 行了吧 算了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给你这么惦记着 我大概连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 还是先来试试看机器的效能比较重要 有了 我国海军在清朝末年才开始创建 力量比较薄弱 实事求是的说 的确和日本海军有一段差距 所以我军采取了沉船 阻塞航道和布设水雷的办法 来阻止日本军舰 南京沦陷后 我国海军在九江到敌港之间建立了第二道封锁线 同时在安徽和江西交界的马当要塞江中沉船三十多艘 布水雷八百多个 并且在岸上设置八门大炮 对江面构成交叉火力 日军把马当封锁线看成眼中钉 从今年 也就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起 开始对马当防线 实施猛烈进攻 我国守军一直坚守到六月底 这段时间里 和日军进行了几十次战斗 最后日军陆战队 从下游登陆 迂晖包抄了马当炮台 将防守卫队和登陆敌军激战 击毙两百多人 日军看我国守军极为英勇 开始施放毒气 对我军官兵造成重大伤亡 前来增援的第三总队 康兆祥率部与日军苦战三昼夜 弹尽粮绝 伤亡惨重 要塞守卫官兵七百多人阵亡 六月三十日 坚守半年的马当要塞施线 唉 声音很清晰 内容却很沉重 再沉重的内容 我们也必须让国人知道啊 鬼子一步一步朝武汉逼近 我们要把鬼子的凶狠 还有我国军民的勇敢 借着电波让更多人知道 对 我们的电波 就是让敌人献出原型的力气 剑西 中波机装好了 我们赶快给你送到保冷轮上去吧 好 电台既然租了保冷轮当流动电台 我们工程人员就要让他们早一天发音 好 我们走 走 要不是打仗 在船上躺着听江水流动 听收音机里的音乐 那可真是一大享受啊 唉 等打败了日本鬼子 我们才能有这种享受 调到我们电台的频率了 好极了 声音很清楚 我的家 就在东北松发江上 我家里也有衰老的白发爹娘 从九一八流亡到关内 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爹我娘 家豪 会的 我们都会回到故乡的 等我们打败了鬼子 一起去东北 去拜见伯父伯母 去你家做客 对 好好喝上三天三夜 好 我等你们来 不过 眼前我们得先集中精神 好好工作 不管鬼子的炮火多激烈 我们都要把电台的声音传出去 好 不管是你们工作的汉口短播电台 还是我工作的流动电台 我们的播出绝不中断 好 一言为定 有一个人 我都要把电台的声音传出去 我都要把电台的声音传出去 好 23号,日军趁着风雨在江西省九江市东面的孤唐登岸,国军极力阻止日军向九江市前进,目前双方正在激战当中。 7月26号,日军攻占江西九江市,继续延长江西进。 8月20号,日军第101师团和1060师团协同作战,企图攻占江西省德安县及南昌市,和国军在马当要载以及德安县以北发生激烈强战,战况陷入僵持状态。 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推进到德安县西面的万家岭地区,意图从万家岭一带突破国军阵线,被国军发现,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击退。 最新查布,万家岭传来捷报。 10月7号,国军在江西万家岭对莱范日军发动兵器,击战三昼天。 国军多次击败日军的反扑。 10月10号,日军被歼灭四个师团,击溃一个师团,只有1500名残兵,无为主。 好样的,万家岭一战,让鬼子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是啊,鬼子这些年来,实在欺人太甚。 不过,鬼子这次进攻武汉是势在必得,不管牺牲多少军队,他们都不会回头的。 是,国军够英勇,就是武器装备跟鬼子差得太远。 要是我们也有那么多飞机、坦克、军舰,小日本就只有哭爹叫娘的份儿了。 所以啦,才要以空间换取时间呢? 等我们的武器装备上去了,加上我们的明星士气,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回他们那几个岛的。 到时候,你们就到我的东北老家来吃松花酱的大鱼。 那还用说? 不过,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做好准备。 上集已经决定了,等国军撤退的时候,我们就拆掉短波电台的机器一起撤。 啊?那,那流动电台呢? 流动电台会逗留在江面上继续播音,等情况最不利的时候再撤。 汉口电台? 你呢?我是建青,你们还没走啊? 机器都拆下来装箱了,正等候通知,随时可能离开。 那我这通电话打得还正是时候呢? 哎,你们去哪里啊? 还不知道,确定了以后,如果有可能就跟你联络。 流动电台打算播音到什么时候? 能播到什么时候,就播到什么时候。 好样的,自己注意安全哦。 你也一样,各自保重咯。 武汉地区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 再顺利完成阻止日军西进,消耗日军失定, 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 以及迁移我国东南与中部工业的任务之后, 我军部队在10月25号,从武汉全部撤退。 今天,中华民国27年10月31号, 蒋委员长发表了武汉撤手告全国居民书。 这封写给全国居民的信中指出, 我国抗战的根据地, 原本不在沿江沿海地带, 而是在广大深长的内地, 这是长期抗战的根本方略。 武汉的地位,在过去10个月抗战工作上的重要性, 主要是在掩护我西部建设的准备, 和承接南北交通的运输。 如今,我国中部工业和东南部的人力物力, 已多半转移到西南各省。 西部的开发和交通运输, 已经达到初步基础。 此后抗战就可以实施全面战争, 而不是争取点羽线。 同时,我军在武汉外围的古战, 已经给予敌人重大的打击, 树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自行心。 既然守卫武汉的任务已经完成, 就可以放弃武汉这个据点。 我全国同胞应该知道, 这次兵力转移, 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 转手围攻的契机, 也是彻底抗战, 转败为胜的枢纽。 范先生, 你们的流动电台任务完成了, 我刚接到通知, 柜台和我们船公司的租约就要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开往湘潭, 到了那里就正式解除租约了, 你要在湘潭下船? 船长, 我们的机器要从湘潭运往恒山, 也已经安排好运送的同仁, 我不用去恒山。 请问, 宝楞伦在湘潭跟电台解除租约以后, 要开到哪儿去? 先到宜昌再转重庆。 那太好了, 我可不可以跟你打个商量? 别那么客气, 能帮上忙的话我一定帮。 我们汉口电台的两位同仁, 带着电台的短波机跟军队一起撤退, 目前停留在宜昌。 如果宝楞伦要先到宜昌再去重庆, 我可不可以跟着船走, 先到宜昌接了他们跟机器, 再到重庆去? 这有什么问题啊, 顺路嘛。 太感谢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把短波机送回电台了。 我们电台现在扩大波音范围, 在西安、西康、南正都要成立电台, 这部机器很有用的。 黄船长, 谢谢你啊, 我们在宜昌停留了两个星期了, 一直找不到船, 谢谢你让我们上船。 别客气, 别客气, 不管你们上不上船, 我都得把船开到重庆去啊, 只是这几天天气不好, 江上的波浪很大, 船会有些颠簸, 可能不是那么舒服。 黄船长, 你才客气呢, 能有船坐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这几天我们都为交通工具烦恼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还有人说啊, 可能到十二月都没有船呢。 又下雨了, 就是这天气凡人。 你们快到船舱里头休息啊, 你躲躲雨。 好好好。 这雨下了好几天了, 怎么一点都没有这天的迹象啊。 是啊, 十一月下这么大的雨, 真不熟稠。 起风了, 又是风又是雨的, 黄船长驾船一定很辛苦。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把一趟高礁石, 这股太大了在船船了, 你们快跳船啊。 快走, 等等, 短波机。 水一鸡, 船看得很快, 快跳啊。 安明, 快, 我们三个人一起跳。 不, 我要拿机器。 还来不及了, 下跑, 抓住它, 走。 走。 真是对不起啊, 让你们搭船, 结果碰到这种事。 黄船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啊。 是啊, 您这么说, 我们更过意不去了。 这是天灾, 碰上了就只能认了。 可是, 你们的机器, 还有随身的行李。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大家都平安, 就上上大吉了。 可是机器没有了, 你们电台的长官会不会…… 放心, 我们的长官都是最通人情的, 战火中, 机器能保住是幸运, 保不住也是没办法的事, 又不是我们故意把机器扔在江里的。 是啊, 黄船长, 你千万别为这件事担心。 那就好, 那就好, 否则我可是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现在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现实问题, 我得在这里处理善后, 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黄船长,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是湖北泄滩乡, 离巴东不远。 那我们可以先到巴东, 再想办法回重庆。 这是好办法, 不过从这里到巴东, 可能找不到交通工具啊。 我们有交通工具啊。 你们这么厉害啊, 在这种地方都能找得到交通工具。 这两条腿不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吗? 建青说的倒是实话。 看你们这么乐观, 让我的愧疚也少一点了。 那就这样啊, 我在这里处理善后问题, 你们先走路到巴东, 再想办法到重庆去。 不好意思, 茂莉问一下, 路上的吕飞。 这你放心, 吕飞都在裤子口袋里, 没有跟行李一块儿投江自尽。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们重庆见, 各位一路小心。 好, 一路小心。 长平, 建青他们还没消息啊? 他们到巴东的时候联络过一次, 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了。 那都是一个多礼拜之前的事了, 这三个人也是的, 总要跟电台保持联系嘛。 他们从巴东找不到直接到重庆来, 的车, 应该是得一站一站地换车, 路上可能不太好联系。 文姨, 你别急, 他们现在是在后方, 和在武汉那个时候比起来, 安全多了。 天哪,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嗨, 昌平, 文姨, 你们好啊。 建青。 陈大小姐, 你为什么把眼睛睁得那么大, 今天又不是七月初一, 我有那么恐怖吗? 范建青, 你……, 我不在重庆, 你一定很寂寞吧, 都没有人跟你斗嘴了。 你……, 你这个人, 我不跟你说了。 昌平, 我先走了。 半年不见, 这位大小姐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啊? 建青啊, 你是装不知道, 还是真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文姨的心呢, 她心里有你, 你不知道? 你别开玩笑了, 那位大小姐看到我就斗嘴, 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看过, 她心里怎么会有我吗? 她要是心里没有你, 干嘛老找你斗嘴? 也对啊。 你呢? 不喜欢文姨? 文姨, 又漂亮又能干, 说不喜欢我也太矫情了, 不过人家是大家闺秀, 家事好, 家里环境也好, 我一个农村来的穷孩子, 哪敢高攀啊? 你说这个才真是矫情呢? 文姨有理想有抱负, 不是那种不经事事的大小姐, 要不然她也不会一个人到重庆来, 国难当前, 有救国理想的都能谈到一块。 明秀家里的环境不好吗? 她不也嫁给我这个穷小子, 还过得挺快活的呢? 好像有点道理啊。 你先去好好洗个澡, 再去找文姨好好聊聊。 为什么要先去洗澡啊? 我现在马上去不是更有诚意吗? 你自己去照照镜子, 虽然不像七月初一开鬼门关出来的, 倒真的是挺像从垃圾堆里爬出来。 你也真是的, 回到重庆也不先梳洗一下, 就这样到电台来? 恩明家好都不会像你这么鲁莽。 谁说的? 就是他们两个, 一到重庆就拉着我到电台来的。 他们说汉口短波电台, 拆下来的机器沉在江里了, 要来请罪。 汉口电台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我跟他们一起去请罪怪怪的, 所以我才跑来找你啊。 这件事的首脑人物是他们两个, 我最多算是盲从吧。 宝楠伦在泄滩触礁沉默, 大家都知道, 机器丢了又不是他们两个的错。 问题是他们两个很自责啊, 恩明哭得那个悲惨啊, 当时要不是我跟家好死命拉着, 他就跟短波机一块走了。 好在大家都平安, 真是谢天谢地。 你快点去洗澡吧, 记得啊, 还要换件新衣服。 你怎么结婚以后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 跟我爸一样。 等你恋爱结婚就知道了。 好。 文姨 我刚才想了 今天我去找昌平的那个样子 好像是有点狼狈 不是好像有点狼狈 是真的非常狼狈 怎么弄出那种蓬头垢面的德性 好像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似的 你说的没错 这几个月看到了太多 为国捐躯的官兵 又在泄滩碰到船难 这次从武汉到重庆 真的像是到鬼门关绕了一圈 我们最后的消息 是你们三个从沉船的地方 徒步走到巴东 你们从巴东 怎么到重庆的 我们从巴东到恩师 从恩师到丽川 再从丽川到重庆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中间也不知道换了多少车 车开不动了就下来走路 好在我们的行李 都跟短波机一起沉到江里了 走起路来倒也轻便 还真是轻便呢 今天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就看到你那一双张着大嘴 连鞋底都没有了的破皮鞋 我那双鞋还是三个人当中最好的呢 其实我们也都想买新鞋 穿了到电台来啊 先买了鞋再到电台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呢 到了重庆 三个人把口袋全翻了一遍 总共找到六毛钱 不知道哪里有六毛钱三双的鞋 电台应该发给你们三个人 每人一枚勋章 电台发勋章 那每一个同仁都有资格领 你想想 从抗战到今天 我们哪一个同仁 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 努力克服种种困难 让电台不断发音 也对 建青 你这半年在船上 消息一定比较闭塞 告诉你几件事 签到闽西永安的福建电台 恢复播音了 贵州短播电台 明年元旦就要在贵阳开播 还有 西康电台正在筹设 昆明电台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 至于你最关心的 三十五千瓦短播机 已经由电台工程人员 全部装好了 正等着英国方面 派人来检验 好啊 趁我不在重庆 大伙居然做了这么多事 别急 还有更多的工作 等你回来进行呢 那倒是 电台的工程少落饭渐轻 总是有点欠缺嘛 你哦 就是这张嘴 爱乱说话 不喜欢 也还好了 愿意跟我一起工作 不是在一起工作很久了吗 还有 一起看日出日落 一起等待胜利到来 一起跟我回南京郊区的农村老家 我 我愿意 那就这么说定咯 就算碰到比我好几十倍的人 你也不许反悔 范建青 你有点情调好不好 这就是我的本色嘛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驾个猴子满山走 下半辈子你都要习惯啊 你哦 我怎么就是拿你没办法呢 这就叫 遗物降遗物 哈哈哈哈 以上广播剧穿越炮火的声音 许湘君编剧 陈兆荣导播配音 剧中人 林昌平 李正纯担任 叶明秀 陈真瑜担任 陈文怡 郑仁力担任 范建青 陈又文担任 程家豪 马伯强担任 侯恩明 胡振喜担任 夏展明 关智洪担任 黄杰生 陈宗悦担任 现在播送完了 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